我是赵绍康 欢迎你来到赵绍康时间内现场台北股市 哇 大涨126点 涨那么多 台股昨天涨80点 这两天加起来超过200点 美股也是涨 道琼小涨94点 涨0.26个百分点 NASDAQ涨0.63个百分点 S&P500涨0.18个百分点 费城半导体大涨1.59个百分点 欧股三大指数也都涨 都涨不错 英国 法国 德国 英国 德国都涨0.7 法国涨0.9个百分点 台股涨1 2 3点 今天11月2号了 明天11月3号 两天都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尊半岛有局部短暂雨 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雨 其他地方的澎湖基本是多云道琴 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雨 桃园到嘉义恒春半岛沿海空旺地区及澎湖近门有较强阵风 要注意 11月2号今天的环境风场是东北风 就今天吹东北风 中部以北为在迎风扩散条件好 所以中部以北的空气品质还可以的 普通道良好 南部在下风 所以呢容易累积的污染物光化学作用容易导致午后 臭氧浓度升高竹苗宜兰花冬是良好 北部中部马祖澎湖金门普通 中部一部分地区可能到了橘色提醒 云嘉南高屏橘色提醒 今天的空气云嘉南高屏云林以南不好 这是橘色提醒 因为在下风的地方容易累积污染物吹不掉 再加上呢中午可能有太阳 就会产生光化学的这个烟雾 我们来看温度 北北基21到24度 降雨距离20% 陶竹苗20到27度 中章头21到30度 云嘉南20到31度 高屏22到31度 降雨距离10% 宜蘭20到24度 降雨距离30% 就北北基还是比较凉啦 今天最高北北基就24度 但是南部会到3031度 主要呢 为什么美股又创新高之外 因为复苏稳健业绩强劲 美国一直在讲说要跌要跌要跌 这话已经讲很久了 一直说不行 已经到高点了要跌 大家都很紧张 他就一直给你晶晶涨 所以这个台股也差不多 也很高 现在涨144点 所以很多人觉得涨了 还不是就给他卖了 卖了以后发现他还在涨 另外有的就是 另外有的就是想买 但是呢 又看那么高 又不知道该不该买 不买呢 就看股市一直涨 这是很为难的 很多人想说 我低的时候没买 那怎么办呢 有钱来买早知道 那低的时候就没买 很多股市都这样 还有很多时候 低的时候买了 涨了不准把它卖了 卖了 卖了以后现在想说 哎 当时为什么要把它卖了 股市就是这样子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收盘 今天全创历史新高 美国当局 在本周稍后 会公布重大经济数据 外界预期 联邦准备理事会FED 也预计将宣布 缩减购债计划 最快明年6月升息 所以开始银根要收紧了 台湾费生 他们说要三个条件 美国股市11月开局强劲 延续10月的表现 能源股跟小型股大涨近赫 特斯拉飙涨超过8% 续创新高 美股也再写新高记录 波音领军之下 道琼工业指数盘中突破 36000点大关 是史上首见 中场小幅回落 美股再创新高 主要是受到强劲企业业绩 跟经济预期提振 特斯拉暴涨8.49% 到美股1208.59 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大陆最大离电池供应商 干风离电池和特斯拉签署 为期三年的电池及轻氧化离产品协议 再加上华尔街押注特斯拉齐全 延续特斯拉的惊人涨 涨是特斯拉涨很多 一直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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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电动车了 就电动车的这个 这个一方面是法律规定 他必须慢慢要不能都产汽油车 财油车 一方面的确 大家慢慢喜欢开 台湾好像今年就卖过超了 超过4000辆的这个特斯拉 卖好到他现在的维修补给都非常困难 万一什么零件坏的人等半天 但是还是一直买 那誓言领导对抗气候变迁 拜登为川普退出巴黎协定道歉 美国总统拜登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 他叫做COP26 表示将加紧努力领导美国对抗气候变迁 拜登也为当年川普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向各国领导人道歉 我不知道川普听了会不会说道什么歉 你才会道歉 都是骗子 川普现在 拜登现在声望很低 川普现在还不错 万一三年以后 拜登落选了 川普又回来了怎么办呢 所以美国这个政治 就是因为太 都太短期了 所以大家才怕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第26次缔约会议 COP26在苏格兰 Glasgow举行 美国总统拜登在会中说 对抗气候变迁将助长经济繁荣 而不是损害经济 美国将兑现承诺 2030年前 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水准还少 50%到52% 并且加强协助开发中国家 应对气候变迁问题 世界必须有大作为来遏制气候危机 这些努力也应该被视为世界所有经济体的契机 拜登说我想我不该道歉 但我还是为了这个事实道歉 也就是美国上一些政府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这有些大事不妙 巴黎协定目的在减少碳排放量 当年川普认为巴黎协定会让工作机会流失 拜登说美国不只是重回谈判座 也希望以身作折发挥领导作用 他也强调 在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正在加急努力对抗气候变迁 美国目前虽然还是达不到要求 但已经没有时间退缩或继续争论 拜登强调 每拖延一天不作为的成本就会增加 他呼吁现在正式回应历史呼唤的时刻 应该成为十年变革行动的开始 这个气候的变化 最近几年争议我认为比较小一点 过去还是有正反不同的意见 我最近也讲 那一方面一些大的公司能源公司什么他们就不服 那他们也会委托学者 委托研究机构做调查 还有委托公关公司去宣传找媒体下广告等等 他们就不认为说这个就像你最早香烟刚出来的时候 他们说香烟多好啊 你如果现在回看早期的电影什么 几乎人手一烟啊 那时候不觉得香烟什么不好啊 什么不好呢 多好啊 对不对抽了一个敌证精神 你问那个抽烟的人好爽啊 抽下去整个是舒服到极点 然后还会瘦 抽烟的人很少胖的 因为他抽了烟以后 他食不甘胃 吃东西不觉得有什么好味 然后舌头都麻了嘛 觉得什么都万事莫如抽烟好 男人烟女人也烟 你看早期的电影都是烟雾弥漫 后来发觉哇真的不好 万事莫如这个烟害 香烟坏透了 但是要经过满长的时间 慢慢才能够把它导正过来 那我就曾经看我坐公车那时候嘛 很多年以前 看到那个一个年轻人就劝另外一个中年人说 你不要抽烟啊 我那个烟难过 那个人差点打他 在公车上打架以前 以前你干涉别人抽烟 叫别人不抽烟 你什么东西啊 你管我啊 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二手烟啊 这些东西嘛 董事基金会开始的时候很辛苦的 在那边推广等等 因为早年的时候 我跟董事基金会有很多合作的计划 那慢慢慢慢 观念一通就通了 第一个你从二手烟 就是你抽烟你不要影响我嘛 慢慢慢慢大家现在知道了 所以搞到现在那个抽烟人 好像过街老鼠一样 要找个抽烟地方都很困难 那但是那个转变大概要个几十年了 二三十年那现在就说暖化很多也不相信了 真的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冷冬天冷的要死暖什么话呢 他这个变化他就说极端气候了 我们想说极端气候 要不然就热这个要死 要不然就大洪水等等 整个地球在做很大的变化 当然有些国家可能高兴的 像那个北极国家 俄罗斯是很高兴的 他们来讲对他们来讲的 这个暖化他们是好的 但是呢像对帛琉了 这种我们很多友邦那种海岛型国家就很惨 我也经常看到真的海边 海边我很喜欢海嘛 我就看海边很多那个房子很漂亮 而且很贵 台湾不贵了 国外很多海边房子非常贵 那台湾海边好像还好 将来如果淹上来 他们说没有多久 可能要上升两公尺 那是个什么状况啊 两公尺还得了 很多都市也都在海边 你知道吗 因为都市一定要靠海 一定是这样 纽约就靠海啊 很多都市都有海港在旁边 那如果两公尺上来 那不都淹上来了吗 很多海岛国家真的惨啊 我看今天联合报讲 帛琉一个人讲说 小时候他在沙滩玩了 他家门口就是沙滩了 现在沙滩就变提防了 因为不干提防海水倒灌了 那以后会怎样呢 这个是蛮大的问题 我们继续下讲回来 我是赵康 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好那么拜登为川普道歉 川普都退出很多这些国际组织嘛 那拜登现在都要回去 比如跟伊朗的核谈判也是一个 他们两个那个 他的那个想法差很多了 川普就是基本上 他就他认为美国够强 所以呢美国不参加你这些国际这些东西 我一个给你们干就好了 就对干 对干你输我嘛 那参加国际组织他认为是打群架 打群架你们一堆人 我是个老虎你们一堆狗 你们怎么咬我 他很气 我老虎就对你们没只狗 我一般咬死 你们都得听我的 他的策略是这样 所以这些国际组织还不参加 另外呢这些国际组织 美国就 因为美国有钱嘛 所以基本上呢交汇费 美国交比较多了 交比较多那他就生气 我交这么多钱 你们还不听我的 他听那些小国的 中国的 带了一堆小国 他们都交很少钱 但是因为他 数目很多 所以表决我也输他们 我还交这么多钱 很生气我也不干了 所以退出 大概就是基本上是这样 你说他都没道理吗 他也不是没道理 也有他的道理啦 你自己想说你如果交一堆钱 参加这些国际组织 他就不听你的 你还出钱 不交了 所以他欠很多那个 那个会费太不交 让这些国际组织 也很辛苦 那所以呢现在这个 所以现在那个 拜登就为川普道歉 说都是我都是我 都是美国了 都是川普了 那我想如果我如果记得 我就去问川普 拜登帮你道歉 川普就说你帮我道歉 我有什么错呢 等等 那另外就是说 牵制到美国自己的工作机会 的确 因为美国的能源 他们讲说 美国的油的长辆 是全世界最多的 不是阿拉伯 不是阿拉伯那些国家 是美国 只是美国不用 他先用你们的嘛 你们用完再用我的 那时候我就期货可居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美国开采当然贵嘛 有页岩油啊什么 现在技术比较好的 当时有污染啊贵的呢 所以慢慢开嘛 等到油价高我再开嘛 那德州啊什么 那种产油的地方 所以你现在不准采油 不准用油 那这些工业怎么办 这些工人怎么办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他就觉得 而且事实上 气候这种东西 像温水煮青蛙 他不是一下子就突然 大家都死光光嘛 他没有这样 就不像说那个冰河死海 一下来了 全部都死了 他就慢慢来了 所以慢慢来 人对这个慢慢来的 他就 第一个他觉得人 可能慢慢会适应 环境搞不好慢慢会适应 第二个慢慢来 反正是50年 100年200年以后 你就立刻人会死吗 不会嘛 子孙子孙什么时候啊 我现在都过不下去 要管什么子孙呢 所以呢他们也 尤其搞政治没有那么急迫 反正就是这样啊 那当然民主党跟共和党 本身他的重点不同了 民主党他本身可能就是比较重视环保的 是比较 而且主张大政府嘛 政府要干预 那而且我看起来 拜登是想要拿回世界领袖的这种主导权了 川普那时候好像不在乎 我是不是领袖 我只在乎有没有实质的利益 比较是商人啊 商人很重视实质利益嘛 你给我一些虚名 我没那么在乎的 但是拜登现在就重视美国在世界的领导权 所以呢 那你要领导 这个气候暖化 他是有道德性的 对不对 就是你看我重视环保 我是有道德性的 你们破坏环境你们不道德嘛 你们的子孙也坏嘛 所以拜登现在比较重视了 那这是要花很多钱的 拜登已经讲说 他预备拿出9000亿美金来 这么多国家在那边开会 那主要的两个大国没去 中国没去 俄罗斯没去 就是习近平跟普丁都没参加 那印度呢 在开会之前就说 我不理你们 我不可能减碳 我做不到 我已经苦成这样子了 一堆人每天挨饿 减什么碳啊 管什么以后啊 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 印度一开始跟他讲说 你们这游戏 你们有钱国家 你们自己去玩 我不跟你们玩 这三个都是重要国家 印度人那么多 可能比中国还多 印度跟中国加起来 有30亿人啊 占到全世界大概40% 然后俄罗斯 这三个都好像看起来 不太愿意配合 所以呢 到底会怎样啊 我看也是有一点 不知道怎样 能不能搞下去了 那台湾也答应人家说 2050年要碳中和 但台湾现在根本没做 你就看我们就知道 我们嘴巴讲 我们要 但是呢 根本没有真的努力去做 那中国大陆呢 也说他要 习近平最近还说 大家全世界都要努力啊等等 我也很怀疑 就说你真的做得到吗 真是不容易啊 烧煤那么严重的地方 你突然之间说不烧煤了 要净零 要碳中和 我都替他烦恼啊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少康 我是少康 回你回到早少康 是你的现场 的故事现在上涨124点 哈 美国交付日本第一架 KC-46A加油机 波音说这是一个里程碑 美国波音公司向日本交付了第一架 KC-46A空中加油机 是波音首度向外国客户交付这款加油机 由于日本跟中共的关系紧绷 日本上调国防开支 如今美国波音公司向日本航空自卫队交付了第一架 KC-46A空中加油机 这是依据双方在2017年时签署的合约 波音公司发表声明指出 这是美日两国在印太区域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现前双方合约日本只购买一架KC-46A 之后日本方面行使选择权增购了三架 而在刚落幕的日本众议院大选中 自民党单独过半已经承诺会将国防开支加倍 以因应民众对于中共的警惕态度 波音公司指出 KC-46A配备先进传感器是最尖端的加油机 在替其他飞机加油的同时能够承载货物跟乘客 不过先前也曾传出美国空军使用的KC-46系列 有出现性能问题 机上的影像系统也有缺陷 波音公司曾因为品质问题出现生产跟交付延宕的问题 那到底有没有问题 问题到底改了没有 这些东西都那么贵 就非常昂贵的 然后呢有时候还会出现问题 那不过 他们是说最近最近 美国跟中日本跟中共关系紧绷 但是2017年就签约了 四年前有那么紧绷吗 好像这两年比较紧绷吗 他是说因为中共跟日本关系紧绷 所以日本去买这东西了 要空中加油 准备打仗了 有时候打仗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落地加油 要在空中加油 以前我们想的是飞比较远 要空中加油 对不对 我要飞很远 那我中间没办法下来啊 加油机上去 帮他在空中加油 那因为你战斗机中飞不了太远 他不像一般的客机很大嘛 战斗机都小小的 所以那个加油有限 就知道说大概多久之内 就要回来 不能够在外面逗留太久 但是呢如果有空中加油 去上去把他夹 他就可以继续飞 那所以 这种说看起来是为了战争 你日本离大陆没有多远啊 日本离中国有多远 如果日本飞机要去轰炸中国 或是要去跟中国飞机打 会跑多远 应该还好嘛 那为什么需要空中加油机 一定是可能地下的加油社会被炸了 跑到机场被炸了 我之后在空中一直飞 这时候需要空中加油机吧 好 那么 他承诺说国防预算加倍 真的加倍 加倍是很多 对日本来讲日本国防预算本来就不低了 加倍是很多的钱 美军那个康乃迪克号 南海碰撞核子动力潜艇 原因说找到了 美国海狼级的核潜舰 康乃迪克号 上个月在南海发生碰撞事故 严重受损 经过调查 确认事故原因是潜舰在下潜的时候撞上了未知的海底山脉 这个地方算是蛮 蛮频繁热闹的海域 海底的情况都还不那么清楚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经常飞去那边侦查过来侦查过去 什么水文船在那边查过去 过来查过去 还是想知道这地方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海底下到底是什么 美国海军第七阵队表示 根据调查结论显示 10月2号发生了康乃迪克号 潜舰碰撞事故 是因为撞上地质构造 而不是撞上另一艘船舰 因为当时在踩 他怎么会撞到呢 是老共把他抓到了吗 是撞到老共的舰了没有 他们说不是 老共也没说是 那到底怎么回事 撞了个地 发言人指出呢 康乃迪克号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水域作业 停泊在一处未知海底山墓上 调查结论 已经移交地际舰队指挥官Thomas 已确定包括问责在内的后续行动 是否适当 还有问责任啊 你这舰长搞什么鬼啊 你怎么会撞这么严重的事情 万一我们舰上几十名官员都死光光怎么办 潜水艇弄不好去像海底棺材一样 也不是没发生过意外 也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严重的死伤事件 那好吧 停在海底山墨上是怎样啊 就撞到了嘛 撞到就停在上面嘛 意思是这样嘛 那你就怎么看不到呢 你照理讲这种核子填艇 它的声纳系统啊 它的应该是很厉害的啊 哦 但是也有海军好像我听海军的那个那个将领是说 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也关掉的 并不是通通开这些侦测设备的 那不是也很危险吗 不开那海底都摸那么清楚吗 根据与美国海军关系密集的智库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 撞击事故中造成11名船员轻伤 大多是淤伤或撕裂伤 潜舰的潜压载舱在事故中毁损 迫使潜舰在水面浮航一周 再开回关岛美军基地维修 报道中说潜舰上的核子反应炉没有损坏 有专家分析 南海地下水貌可能因为多年地震 中国大陆抽杀造岛导致变化 如果潜舰试图在海底山脉隆起或岩礁之间 掩壁穿梭 的确可能增加插撞山壁跟岩礁的几率 他就说因为地震 地震我是相信地震造成可能会变地壳会变动 还经常地震海里面发生的 因为多年发生不少地震 还有中国大陆抽杀造岛 中国大陆在南海里面有抽杀造岛 但抽杀造岛会引起海底山脉大的变化 这我不太相信 抽杀还是抽比较浅的沙 不是深层的沙 不可能深层抽层 一定是浅层的沙 那说呢 这个浅舰如果想在海底山脉 或者隆起的地方 或是岩礁之间 岩壁穿梭 可能会危险 就是躲在这个缝里面 穿来穿去穿来去 砰就可能会撞到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浩康 身体现场 不过是现在上场97点 好 那么中文时报头版头登的是 12月14号开始松绑危机两个月 入住防疫旅馆说为10天 因为春节要到了 台胞或是乔包都要想回来 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很多人两年没回来了 会被处急 处急 处急有什么了不起呢 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对有些人就了不起 第一个税 第二个呢 呃 除了税以外 第二个就是选举 他有些可能不能选了等等 健保那个是还好 所以你不能参加健保 但是你回来 你再继续交费 又可以恢复 那个是还好 每个人情况不少 而且有的人可能就不愿被处急 干嘛被处啊 那你还得去复急啊等等 办手续啊等等 那去年很多人可能就没回来 因为疫情嘛 算了 管啊等等一堆 而且而且那个时候台湾疫情还 还 早先的时候是大家不去 不出国 因为国外疫情严重 后来国外疫情慢慢 有些地方和缓 比如大陆和缓 那台湾又严重 所以大家回看嘛 就早先有些人很喜欢到美国 觉得美国没疫情 后来发觉美国疫情很严重 那又回来 后来发觉台湾有疫情又严重 有些人就有能力的人啊 有办法的人 或是有时间的人 他就跑来跑去嘛 那去年很多人的确没回来 那今年总要回来 我刚讲的各种原因嘛 那回来防疫旅馆就不够了 那而且现在是政府强迫你住防疫旅馆了 非做不可 过去还可以居家检疫啦 什么家里有没有 有没有有没有什么空的 不是空的 就单独可以给你隔离的房子啦等等 如果你可以有单独的预置可以自己隔离 现在不行啦 通通过住到检疫旅馆 主要也因为那个delta起来会大家比较怕 那实际上现在的确啦 每天入境也都不少人了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都有的 本土可能没有了 但是入境有 所以看起来台湾内部还算干净 你入境要管好 内部就干净 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了 那但是现在防疫旅馆不够啦 那他现在是没有在分啦 其实应该在分喔 打过两剂疫苗的 跟没有打疫苗的 应该是有不同对待的 对不对 你打过两剂的风险还是低嘛 那如果说都一样 打过两剂也有突破 是啦有突破啦 那照理这样子 那么大家敢打干嘛呢 那不必打了嘛 都没差别嘛 他当然是有差别 打两剂虽然有突破 他可能病毒量含的比较低啊 传染率可能比较低啊 他自己本身可能风险比较小啊 他总是有差别 但是问题来了 两剂 因为我们现在要回来的人 一定以台胞为多嘛 台胞一定比美包 比日包比什么英包多嘛 那台胞说我打两剂啦 科兴跟国药你算不算呢 他就不想承认这个啊 懂我意思吗 那所以他不能明讲啊 所以他就根本都不承认 就假装都不管这些的 所以理论上是不通的 理论上你还是要有区别的 打了两剂也许七天 你就按照那个飞行员你看嘛 飞行员打了两剂打了一剂都不一样 打了两剂也许不要十四天 不要十天也许七天 也许三天也许五天 反正你打过两剂了 然后检查又没有病 又没有病毒 对不对一次检查 两次检查 或是规定你两三天检查一次 都没有 跟都没打过的 跟打过一剂的 理论上应该是不一样对待的 但是他的困难就是 他没有办法承认的两剂 对不对 他不愿意嘛 所以呢就干脆通通过住防疫旅馆 那又没有这么多防疫旅馆嘛 所以只好说十天吧 空一点十天 他有几个做法啦 第一个外国人可能尽量少让他来 原来说不准外国人来 因为外国人要住防疫旅馆 然后第二个呢 原来呢一家 不管是夫妻或是带子女 一个人都要一间房间 在防疫旅馆里面 那真的很贵 如果一家四口很贵耶 对不对你说别的 一天五千好了嘛 四个就是两万了 十四天就是二十八万了 中间什么出去什么检验PC啊 什么 那个车费一个都要一千块 那个防疫车的呢 所以你不要别的 那是很贵的啊 那过年更不用讲啦 过年现在都很少有什么三千五千的 都是八千七千八千都还没有啊 那所以他现在允许就是说你一家人可以住一起 住一间你就少 又空出一些房子 他就在那边挤嘛 然后现在说十加四加七 就是十天 十天就是要住防疫旅馆 第一天入境就要做PCR 第九跟第十天又再做PCR 然后呢回家四天 这个四天呢 第十四天要做PCR 然后再来七天自主监控管理 自主监控管理是可以外出的 但是还是有些限制 所以呢 反正这段时间就这样子吧 好台股现在涨108点 台股涨108点 联合报头版头真的叫做 协和电厂四阶卡关 那边还公投三阶 这边已经搞四阶 都是为了天然气的 因为我就跟你讲 蔡英文 他是一个 都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把大家都整死了 现在就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台股市上涨106点 刚讲了 所以你看你这个选 选举真的选了什么人 真的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你自己看美国选的川普跟拜登 其实就差很多 川普给你搭搞一炮 那 虽然你说有什么国会制衡 有媒体舆论监督什么 还是他那个行政权还是很大的 如果你遇到那种比较保守的人 就算遇到那种真的给你乱搞一通的人 也是很麻烦的 你光看蔡英文这个2025非核家园 他能源政治就把他搞死了 对他的天他他他的想法很简单 我就是不要核电 因为那个时候的确了 核电大家害怕 这像日本日本核岛发生这些灾片 日本算是不错的国家了 怎么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怕 那说不要核 那你就这几种方式啊 你吃饭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你吃要不然就砸死 要不然就吃素 很少人只吃荤 就是砸死吃素 你要不然就吃饭吃面 吃馒头吃面包 吃鱼吃肉吃菜 吃鸡吃鸭 你告诉我就这些选择嘛 你不吃那个只好吃这个嘛 就这样子啊 你不能不吃嘛 就你不能不用电嘛 那用力就只有水力火力 核电 大概就这些吧 还有什么 绿能 就他要这些东西来发电嘛 他要产生动能 带动发电机 他这个所有东西都去带动发电机 发电机发电 需要能量来带动他 那这个能量我就刚讲 不管这几种 那你现在不要核电了 你不要核 一般的国家都是多元化了 因为你不要砸在一个东西身上 只是多元一点 那你不要核电以后 你剩下选择就很有限了 你就只剩下绿能跟火力嘛 只剩下这个东西了 绿能现在想的就是太阳能啊 风电啊 水 大概就太阳能跟风了 主要是这两个啦 水力那个很少了 那么就是火力啊 火力就是燃油啊 燃煤燃气啊 就是三个 对不对 燃油燃煤燃气 好那你现在 燃油慢慢要取消了 燃煤要取消了 燃油减少 那你正好燃气啊 所以他他没有选择 他就是燃气嘛 绿能20% 烧煤30% 天然气50%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50%是很多的啊 台湾一半的电源 从天然气来啊 那天然气的问题又是 他这个气啊 气的体积就很大啊 我们讲三态 液态固态气态 固态最小嘛 气态一定最大嘛 那你就要主存啊 那你又不产天然气啊 你只有进口啊 所以他要先加压 降温 让它liquify 让它液化 为什么叫液化 就是把气液化 液化就要压力很大嘛 然后就要温度很低嘛 他才会液嘛 然后压力一松 温度一高 就变气嘛 气你才能烧嘛 所以运的时候一定是液化嘛 主存的时候是液化嘛 然后变成气嘛 你再液化 你也没有固体小啊 一定是这样嘛 那你要小心它爆炸啊 它风险很大 所以你要主存槽啊 你要运来啊 那主存槽 不可能 那么大的主存槽 主在哪里呢 就在海边啊 港边啊 进港就储存起来了 然后用管子来输送啊 他就这样嘛 这道理很简单 你想他只能这样嘛 他也没什么别的方法嘛 那所以 主存槽有限啊 最多14天嘛 还有人讲7天的 最多14天嘛 那就是说你能源 就很麻烦你 你要源源不断的要来啊 那一旦战争 一旦人家封锁你 你就很麻烦嘛 那蔡英文这很可爱 就是说 也不能说可爱了 就是很可笑 就他们每天在那边 制造两岸紧张 他说是老共制造了 好吧 双方都有 都有嘛 如果蔡英文闹你 老共不理也不会嘛 那蔡英文不闹 老共大概也不会嘛 反正就双方都有责任嘛 你不能都是 蔡英文的责任 反正就双方都责 那不管了 那就是两边就紧张嘛 那你就不紧张吗 不大家都紧张吗 那万一真的 老共打你不用讲了 他不打你 他把你封锁 他也不是说 整个港都给你封锁 他就是对这些 用天然气的船 我要上船检查 那就搞死大家了 所以你民进党一方面 让两岸紧张 一方面 兵役这么松懈 能源 这么松懈 说我的松懈就是 都没考虑到这些问题 一旦两岸紧张的时候怎么办 这不是很荒唐吗 再加上 他很贵啊 天然气涨很多啊 全世界都在抢 西游 尤其欧洲那边 冬天很冷 大陆也是冷嘛 他要取暖嘛 等等等等之类的 对不对 那所以 其实比起来 核电是便宜的 而且他一 燃料棒一进来都用很久嘛 但以前大家 怕他第一个怕危险 因为山里岛 要承诺比尔 第二个 在最近的福岛 又怕核废料很难处理 那现在新一代 大家也在期待 新一代的核电 比尔盖茨啦 那个马斯克啦 特斯拉 都在努力 他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 都在努力 那他这个情况改变了 现在联合国啊 什么都把核能也当成绿能 以前不是嘛 以前他认为核能很可怕 核废料很可怕 那现在发觉 碳也没有不可怕啊 搞成地球暖化 不是现在说商量这些问题吗 地球都快晚啦 到现在为止 核电也没有造成 世界多大的问题啊 有问题 但是你说多大问题 我问你嘛 核电到现在造的问题 比那个地球暖化问题大还是小嘛 一定是这样衡量嘛 所以以前反核电 把它当成非常高的道德的价值 是有道理的 你不能说他错 是对的 你不能只注重经济 但现在已经不是只是这个问题了 现在是地球 要不要毁灭的问题了 再加上你这些炭 燃炭的确造成空气污染 的确让德废现在的增加 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 它是一个要去讨论 两害相权举其轻的问题 没有说一定好一定坏 可以大家可以努力冷静的来讨论 那你现在把它就当成它就是坏蛋 一方把它打死 那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嘛 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嘛 好了 那你现在搞一堆天然气 要三接完了搞四接 在基隆外木山 我常经过那边 因为我开车 我喜欢看海 经过北海 都会从高速公路下来以后 绕到基隆外木山那边 协和电站从旁边走 很漂亮的地方 所以如果把它毁了真的是很可惜啦 难怪基隆人反对嘛 好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您收听再见